狗狗吃东西就呕吐是怎么回事 孙嘉诚,职业手医师 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呕吐,什么是反流 虽然都是从口腔排除食物 但是形成的原因和表现有很大的差异 所谓呕吐会有一个呕吐前摇动作 而反流是不会有前摇动作的 因为它是顺滑的 尤其是在刚吃过东西之后 呕吐和反流都有可能出现 先来说一下反流形成的原因 一般来说反流形成的原因比较单一 就是食道病变所造成的 比如说像食道溃疡,食道扩张,据食道症 病变部位是固定的 但是呕吐就不一样了 在人床上,能够引起呕吐的病因 简直是不胜为局 比如说像细小病毒,冠状病毒,急性肠胃炎 消化到异物堵塞,一线炎,肾衰,肝衰,肿瘤,疼痛性疾病 前天功能异常,化疗,外周神经病,中枢神经病,中毒,中暑等等 都是常见引起呕吐症状疾病 所以说研究究竟是什么引起的 暂时证据不全的情况下是无法放下定论的 因此遇到这种情况 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带着患者及时到动物医院进行临床检查 而不是先通过经验猜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这样就有可能被很多错误的常识误导 最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导致疾病被耽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